不是你跟他讲应该要怎样做 因为你跟他怎样做 他可能听得明白 可是他用不着 真正的导师 不是教你怎样做 是跟你讲故事 然后过后你跟我讲 因为当你讲故事 他可以 最高境界 我讲故事的嘛 因为你讲故事 他可以把他的知言 他可以把他的经验 他可以把他的人脉 拥合起来 黏住那一套故事 然后当他一黏到他的时候 他问的东西 就是他要懂的东西 你明白还是没有 不是你跟他讲应该要怎样做 因为你跟他怎样做 他可能听得明白 可是他用不着 因为他的职业不一样 经验不一样 思维不一样 你明白还是没有 所以我们做导师 是讲故事给他听 他就套在他自己的身上 被所拿的经验 资源 人脉 他才会问一些问题 帮到他的 做一个老师 做一个导师是这样子 做一个老师是这样子 你怎样做 第一到第三 整个步骤是怎样做 那个叫做老师 导师是讲故事 这个是叫做师傅 你明白还是没有 做教育 你都应该要这样子做 其实故事是最高境界的教育 我都没有事 做一个行了 没有事 我都不想做 我都不想做 你不要瘋了 没有事 还给你 这些事情 员